這天起了個大早途中在早上店吃了個饅頭夾肉跟蛋 今天準備出到古關七雄之一的東卯山 終於開始正式挑戰終極山了 有點忘記開始挑戰古關七雄的契機是什麼了 這也是德布蘭步道的填車場 東卯山有兩處登山口 從德布蘭步道上去難度會高很多 填車場非常的廣闊 這裡是往登山口的道路 拍下地圖是例行公式 雖然今天走的路線並沒有顯示在地圖上 但地圖能顯示大致的地形範圍 多少還是拍照起來以車安全 五月九點才開始爬 因為中途肚子痛回填車場上廁所 沿堵的吊橋跟涼亭 此時的步道都很好走 繼續走 開始接到東卯山的步道了 但是自信慢慢的開始登山 憑著莫名的自信就選擇 加藍爬的東卯山東南嶺路徑 走了上去之後才感到山的威嚴 甚至感受到人類的渺小 一路上路徑非常的原始 這是我之前沒遇過的山路 一路幾乎都是陡上 沒有什麼姿勢不倒 雖然不累但我走的提心吊膽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路上幾乎都是亂石堆啊 很多鬆動的石頭 還有不明顯的路徑 需要攀岩拉繩的地方很多 直接讓我這爬山新手上了一刻 走在石步上景色非常的好 但走在石步上的時間滿長的 可說是吃雞加美景的感覺 這路線一路上有相當好的原景可看 好笑的是我當時心情一片空白 很難靜下心來體驗這美麗的環境 這樣的亂石堆很多 所以很多展望點 如絲如畫的美景 但此刻的我 正被這如此靈略的路徑所震撼住了 還記得當時我失去走到後面 心情只有混亂恐懼加上不安 但還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坐在山藍上 兩側空空的 景色是相當的漂亮 非常的遼闊 開始走入了森林裡 較容易迷失方向也是冒命的林中 這裡路徑很小條 還記得我在林中有迷失一小段路 要多虧山友們鎖板的指示條跟記號 讓我一路上走得很安心 雖然也有找不到布條之影的時候 還有我有自己下載離線地圖啊 中途有一兩次迷失的方向 手機拿出來插了一下後 馬上又走回正確的路徑了 這天天氣看畫面就不是很好 對我來說 沒看到出大景就是不好啦 哭哭 越往山頂走 霧氣越難越濃 但此景看起來也添加了一股仙氣吧 但其實我是希望很多出點打擊啊 邊走邊拍邊看 因為這是我第四爬 古關雞雄的終極山 真的出火一樣的難爬 倒不是體力無法符合 而是遇到沒跑過的地心 心裡還無法適應吧 登頂前的石布非常的壯觀 最後一段路轉過去還不太改進性 欸我到了 可看到路徑非常的自由奔放吧 登頂之後看到了一大面的白牆 什麼都看不到 心裡感覺到有一種白來的感覺 就是山上有很多山友 大多都是從大道院登頂口上來的 就在這裡我吃起了早餐買的 雞塊與帶來的餅乾休息了一下 而此次我也買了登頂帳使用了 這鞋子開剛開始走也就開口笑了 哎呦七點很厚 走起來沒有太難走 不好意思啊 山上的環景 聽著指示牌標示的山頭 哎呀 抬頭一看 卻什麼都看不到啊 有種諷刺的味道 有機會還必須上來看看出大景的東毛山啊 好啦休息一下該下山了 往大道院方向登頂口往下走 我這是要走個O型路線 這路線最後0.5 比較難走而已 不然一路上都是非常平穩好走的 知識人路非常的多 一路就是往沿走下去 走起來還蠻無聊的 就是一直繞而已啊 還有很多山友一流煙的沖下山 完全看不到他們的車尾燈 路途中有遇到很多電塔 我每到一處電塔都會拍照一下喔 但拍到最後也不知道這是地底座電塔啦 終於到了交叉處 這裡可以通往德福蘭步道 因為我的機車型在德福蘭 所以我必須從德福蘭步道走回去 還有4.2公里 當時的我對距離還沒什麼概念呢 現在看來還有蠻長一段路要走的 還有剩下的路 一路都是平緩 不上也不下喔 模糊的一處電塔 特殊的樹木 說這是長在一個方向喔 一條銀紋到地面的藤蔓 到了半山腰了 緩緩走下山 也遇到了有趣的山友 山友也是爬山很重要的樂趣之意啊 至於分了什麼 就不多敘述了 當日記 看到此影片 我也能回想到當時的點滴啊 無數的電塔 終於快到了 就是羊腳的球鞋都已經壞掉了 其實我算是來爬山也是測試使用度 看樣子買登山鞋是必要的 不過說真的 目前爬山還是這張球鞋存在最舒服啊 一顆在步道上讓你彎腰的奇特樹木 羊腸小徑就是這種感覺吧 都馬上走回德福蘭步道 幾乎說是這樣的路徑 不很難走 但就是長 指示路徑慢慢接上指示到曾走過的地方 沉重的腳步也因此越走越快了 終於快到了7點了 過程中又遇到一處電塔 到這裡應該也差不多快到了 剩下0點OK太開心了 走出來時就回到停車場的後方 沒想到這步道是通往這裡的 帶著滿足又還驚恐的心情 騎著車回家了 德福蘭停車場是從順賀橋對面走進去的 就在順賀橋正對面喔 沿著路就能走停車場 感謝收看 聖書 湊